暴雨 河道水流喘急 水毀暴障 不少车被冲烂了堆积在路边 目前还有十几人失踪 全省接近13万人受灾 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亿6千万人民币 湖南整个省有60万人受到洪灾影响 中部的冷水江市 最高降雨量接近150毫米 暴雨引发山泥倾射 多处的乡村道路水浸 洪水涌入村民景的家 有农民的房屋被冲烂 牲畜也被冲走了 由于雨势凶猛 冷水江市多座水库都满舍 而江西省中部和北部地区 四十几个眷也落暴雨 气象部门发出黄色暴雨预警 预计未来几日暴雨天气会持续 不过由于降雨主要是集中在长江中下游 经历过严重寒情的省份 包括位于西北部的甘肃省 降雨比较少 大量土地仍然干寒 二十几万人缺乏食水 而在湖北虽然连日都有下雨 但降雨量不足以完全输解寒情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日前去到湖北湖南和江西市刷刊情 他说政府会向农民发放抗刊的津贴 亚洲电视记者张卫平报道